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踏入8月9日早上11點02分 即是68年前援爆一刻 長期和平公園敲響警鐘 提醒世人戰爭的殘酷 手上安倍晉三率領民眾低頭 向死亂者默哀 他致辭時重新反對核武 長期市長填上富九 以及當年的死亂者家屬 向紀念被獻花 有發表和平宣言 批評日本政府今年4月 未有支持核不擴散條約 提出的一項人道聲明 是助長使用核武 辜闊世人期望 也令發展核武的北韓有口實 妨礙朝鮮半島無核化 填上認為日本政府的舉動 同作為歷史上唯一核爆 受害國的身份背道而馳 1945年8月 太平洋戰爭尾聲 美國出動轟炸機 6號和9號先後 在廣島市和長期市投摘原子彈 超過20萬人死亡 日王與人在不足一個星期後 宣告無條件投降 結束二次大戰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可文報導